第十三章 如何进行疗愈及自我疗愈 你必须要知道 身为神圣的存有 也拥有疗愈自己的力量 而自我疗愈又比你试图去疗愈他人要好得多 我们应该随时能够去爱他人并给予他人抚慰 但是 我们一定要在拥有许可的状况下才能这么做 同时也要明白 对这个灵魂来说 有时候是他的业力在发生作用 或者是他正在经历某个他所需要学习的课题 所以 在疗愈他人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 不要违反了自然法则 同时 你也必须注意 他们有可能是可以将疾病引来 好让这股必须要转移到他处的能量有地方可去 因此 很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并没有做这个决定的权利 至高无上的神性法则中规定 一个人所要体验的所有经历 都必须是由这个独立个体 在这一世开始之前就先决定好的 如果你很担心某个你非常在意的人身怀病痛 以下是你必须要遵守的步骤 用以确保你自己能受到保护 而且没有剥夺他人必要的经历 要记住 这一世的生命只是短暂的停留 而灵魂是永恒不灭的 通常最痛苦与最艰难的经历 也是最有学习价值的经历 如果你想要帮助他人 首先 你必须先和他们谈过 确认这么做没有违背他们本身的信仰 你不能干涉别人自己做的选择 接着 你一定要告诉他们 能否痊愈 一切端看更高的力量如何决定 如果他们痊愈了 那就表示这场病痛并非必要的体验 而如果他们没有痊愈 那就表示这场经历中 有他们必要学习的课题存在 整个过程中他们可以在场 也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时间与距离并不会影响神圣力量的效力 如果当事人在现场 那么可以让他们躺下 双脚脚掌相互碰触或是双腿交叉 闭上双眼 专注在第三眼的部位 心里想着在他们的脑袋里 有一面电视屏幕 他们应该先深呼吸三次 然后放松 你则是被打直坐在他们身旁的椅子上 双脚互触 双手亲握 你也先深呼吸三次 然后装住在第三眼的位置 现在你开始观想这个人的脸在一颗雪球中 然后你观想自己拿着这个雪球 把它丢进充满了爱与慈悲的海洋中 那里有一道蓝白色的能量流 由净化的灵魂和养生大师们的能量所组成 它从神的中心向外流 流经所有层界及宇宙 你想象这颗雪球被吸进这道能量流之中 画作它的一部分 这时你说 以神圣造物者之名 如果可以 我请求将这疾病带走 我们接受你神圣的决定 无论结果是什么 我感谢所有一切 巴拉嘎 巴夏德 这样就可以结束了 你可以在相隔千里之外的地方进行 只要你事先和对方讨论过 你也可以晚上临睡前躺在床上进行 只要事先让对方知道你会这么做就好 这样他们就能够在那个时候放松 并做好接受的准备 因为他们自身能否吸取能量 也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们必须明白 自己可能会用到这股属于自身的能量 但其实我们并没有在做疗愈这件事 我们得知道自己的确有能力指挥这股能量 也可能真的做到了 但如果自我开始浮现 而这个人开始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 那么这就很危险了 因为这么做 其实某种程度上 算是在操弄神圣的能量来源 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 感恩纳伸出能量的伟大源头 并对自己能够使用指挥这股能量 而心怀感谢 而不是嚷嚷着说 我们在疗愈他人 而要疗愈自己 也得遵循同样的步骤 只不过观想时 雪球中的脸变成是自己 躺着是非常好的姿势 因为这样比较放松 也比较能专注 另一个步骤 是看着对方或你自己的脸时 用一股纯净的蓝白能量将之环绕 请求保护对方或是你自己 同时持续送爱给那个人 并且看见自己也被相同的光和能量所包围 并受到保护 试着在那温暖的能量流 便你全身时 好好地去感受他 你越是专注其上 他的能量就会越强 不过你必须对他没有任何怀疑 在冥想或进行疗愈前 最好先召唤你个人的指导灵来保护你 避免你遭受到不好的灵体入侵 让他们利用你的身体来进行歧视 许多人目击过这类事件 而且也被记录了下来 也就是熟称的邪宁附身 这些不幸的事件会发生 通常都是有人想要去验证某些超自然或灵异现象 但自己却没有足够的了解或适当的保护 这种事情一旦发生 就算没有毁天灭地 也足以让人身心大受影响 甚至可能造成这个人原本已经规坏好的生命经历 感染而止 使得他不得不再次投胎 重新再经历一次那些不必要的课题 许多寻求灵性启发的人都会掉入这样的陷阱 就因为想要验证这类危险的经历 然而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经历过这些严峻的考验 并且懂得回避这类事情 因为从过去得来的经验让我们感到深深的恐惧 同时也知道自己早已体验过 很清楚我们没有这种能力或欲望 想要再次遭遇同样的事情 一旦灵魂体验过或学习过某个课题 出于记忆以及不想再次重复同样的事 它就会避免这样的经历再次发生 不过有时候人类还是会因为没有注意 同时忽略了自己所发出的警告讯号 而掉入陷阱 一定要花时间问自己为什么想要去疗愈他人或自己 检验你的理由 确保一切都是出于爱 以及一颗想要帮助人的心 而不是因为你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同 或是想要获得成就感 要记得让自己活得和谐又平衡 能够好好面对你人生中的个人责任已经是非常大的成就了 要注意这里的能量 用适当的方式来使用它 不要打破自然法则 或是让自己或他人陷入危险之中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也是一种成就 爱他人和自己就如同造物者的一部分 也如同造物者是因为爱才创造出你来 这对于你在生命的体悟上是非常大的一步 第十四章 能量的感受与使用方式 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是由不同振动频率的能量所组成 在物质世界中 能量移动得较为缓慢 而且变得较为浓密或结实 你所进入的成绩越是高于肉身成绩 能量的振动频率就越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肉身很难感知到这些能量 它们通常都是超越我们人类的肉眼和耳朵所能接受到的频率 唯有当我们是灵魂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 无论何时 只要你听见耳朵里传出高频 或是嗶嗶声 嗖嗖声 那就是从其他层界透过慢轮传进来的声音 而你的内在是听得见的 而这中间的连结则是由与每个层界相对应的灵性身体所见你 举例来说 当你冥想时重复念诵着某个层界的咒语 并专注在代表该层界的颜色和声音上 你就会透过身体听见那个层界的声音 无论是星光层界 因果层界 心智层界 以太层界 或是灵魂层界 在你的肉身之中存在着灵魂从被创造开始一路上所披戴的身体 灵魂在跨越这些层界或次元时 会披上一层保护壳或是身体来保护自己 身为纯粹能量的灵魂 若是少了与那个层界能量相对应的身体 就无法在较低层界中生存 所以肉身身体中存在着好几个不同的能量身体 肉身身体也是由同样的能量所组成 就如同肉身世界中的其他所有东西一样 所以说 肉身是灵魂以及其他能量身体的载具和保护壳 当灵魂离开肉身时 它会把肉身抛下或遗留在肉身层界中 而它在前往更高层界移动时 同样的 它也会把属于每个层界的外壳或身体留下 它只有在再次进入这层界时才有需要替代上这些身体 当你在启动马达提供动力前 看着螺旋降或电扇的叶片 你会觉得它们看起来是有形状的尸体 但是随着它们转动的速度开始增加 越来越快之后 你就看不见叶片了 也就是说 当能量增加之后 它就会以另一种形态存在 好了 就大部分人所知 提供并支援所有生命的能量 就是造物者或是说神 身为灵魂的我们 既是造物者的一部分 也是它所创造出来的 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全都有着神圣的开端云入地 我们被送进肉身层界来学习 并体验灵魂所能够学习和体验的一切 从一开始不了解或不知道我们自己是灵魂的状态 我们成长知道了自己是灵魂 然后让自己成为造物者 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自己的命运 我们在进入肉身之前就已经选择好了自己的人生 接着我们花了许多时间在自己必须学习的课题中苦苦挣扎 当一个人学会了切瘦 并能够探人面对所发生的一切 那么这个人的学习速度已然加快 并且对自己和生命也有了更深的体认 到了这个程度 要能够感觉并指挥能量是很简单的事 就如同所有事情一样 只要多加练习就熟能生巧 被挺直坐好 双脚相互触碰 制造出你的身体与地球 以及它的能量之间最佳的连接状态 这么一来 它就能让宇宙的能量开始流动 每次开始前 一定都要先进行三次深呼吸 放松你紧绷的肌肉 这么做的时候 不要闭上眼睛 将你双手的手掌心合拢 曾祈祷的姿势 距离身体约三英尺 约七八厘米 位置则是在胸前的正中央 掌心用力相抵 直到感觉到暖意 你也可以摩擦双掌大约七次 直到它们变暖 等到你感觉双手都已经变暖之后 缓缓地将两手分开 大约四英寸 约十厘米的距离 然后让手指头朝彼此弯曲 就像是有一颗看不见你的球 漂浮在两手中间 你可以拉远再拉近 感受一下距离 但是不要让两手相互碰触 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手上 注意它们之间所产生的微微电流刺激感 在指尖之间来回地跳动着 现在慢慢地放下一只手 接着再放下一只手 交互地举起 然后再放下你的手 如此你就感觉到能量的转变 你也可以试试和朋友一起做 就在你们两人都把手掌心分开之后 先感觉自己的能量 然后再去感受另外一个人的 期间两人的手都要维持在分开的状态 不要碰触到另一个人的指头 至少要保持1到1.5英寸 约2至3厘米的距离 慢慢地将双手拉远 然后去感受能量 在你再次把双手推进时变强的感觉 现在这个能量流进我们的身体里 并在全身流动 而如果我们的慢轮是打开的 它流入的能量就会更多 当然 察觉能力在这里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能量就在那儿 但是它的动作是难以察觉的 要想运用能量 关键就在于知道它的存在 并且用你的念头来指挥它 你越常使用能量 它就会变得越强大 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变得很热 这时你就知道 有股强大的能量正在流过 当你冥想时 你也是在用意志力将能量吸取进来 而当你附送咒语时 你就是在扰动它的流向 冥想是一种灵性的清扫工作 当你能量流经遭到污染的区域时 它就能竭尽所有的内在身体 与此同时 使用过的能量也会流出体外 重新再生 每一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能量场 当你身在大自然中时 试着用你的双手来建立能量场 让你的手靠近树木 岩石和植物 看看你能不能感觉到能量的存在 同样的你也可以把鞋子脱掉 让地球强大的能量 重新灌入住到你的体内 你是否存在满余时 沐浴在月光之下 这同样也能够 产生非常特殊的能量 受过训练或是天生敏感的人 可以看得见能量或气的光环 找一位朋友坐在椅子上 背景是一片什么都没有的白墙 现在让人眼睛不要聚焦 用闪失的方法望着它 同时也要把旁边的白墙看进去 如此你就会看见能量模糊的轮廓 你越常练习 它就变得越清楚 甚至还会有颜色跑出来呢 尝试着去做做看 并将注意力集中在正面的事情上 不要用你的能量去强化负面的东西 这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别忘了 你的注意力所在之处 就会有能量流动 所以不要将注意力放在困扰你 或是让你有情绪压力的事情上 专注在好的体验 以及有建设性的事情上 如果你担心自己会生病 担心会有战争或其他事情 你就是在强化它 而且还有可能会真的引发它 持续祝福那些发生战乱的地区 始终都要很清楚地知道 好的意念将会战胜一切 同时不要在心里预想毁灭和负面的状况 我也知道 如果有件事情正在烦扰我 我就会把注意力放在上面 然后它似乎就变得更糟 但如果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这件事就不会影响我了 所以你只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和能量移开就好 这么一来你就会把你的能量 用在有建设性正面的事物上 而这么做 你就是在善尽责任 为自己以及他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启动和平计划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例子 让所有想要这么做的人 都可以将他的能量用在能够真面影响地球上 发生不同灾难的各个地方 这个想法是我的灵性师父们 以及兄弟星球联盟建议我做的 这个方法让每一个人都能与他人 在同时一起运用他们的能量 因此创造出一股团结强大的力量 在1995年的研讨会中 来自欧洲各地的与会者 包括小孩子在内 共同选择了在周山来进行这件事 从此之后 我在所有的研讨会中 都会向大家介绍启动和平计划 我诚挚地邀请你参加启动和平计划 集中你个人的能量 与其他各种不同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 创造出一股合一的灵性力量 我们所有人的身体里 都有着一个超级能量来源 我们是导引宇宙源头能量的通道 每一个人以自己以及所有人联合起来所形成的力量 可以让我们将战乱转化为和平 并且在一个完整没有分离的世界中分享一切 当我们专注地把能量放在这个目标上 我们也能够获得临性高层 以及兄弟星球联盟的携手合作 任何想要将光散播出去 成为启动和平计划一份子的人都可以加入 在每周三发送自己的能量 任何时段都可以 用冥想 祈祷 或者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进行 学者专注在这股力量上 用它来疗愈地球 让大家成为合一的力量 为了同一个目的 同一个想法 让这个美丽的星球上能有更和谐的生活 以下有几个练习能够帮助你增加你的能量 本书的最后两章还有更多介绍 每日的能量补给 你一定要站在窗前面对着光 闭上双眼 然后深呼吸 吐气时就仿佛把你内在所有的负面能量 全部都给吐出来 然后你再次深呼吸 吸气时你观想一道具有能量的光 被吸进你的身体里 穿过所有脉轮 特别是顶轮 你感觉到那股能量的强大 那就是你的生命力量 使你能与所有具生命的照物相连接 而它们都是由一个无限的力量源头所创造 它没有限量 所以尽情需收吧 你一定要能看见它们流入灵的身体 并流遍全身 在你身体的中央 也就是太阳神君丛的位置 观想有个红色的菌氏按钮 想象这股能量启动了这个按钮 它开始发光 接着很快 你也开始发光 全身上下充满能量 冲进已经开始启动了 现在你可以完成任何你想做的事 并成为周遭的人的榜样 现在张开你的双眼 感性生命以及它所给予的一切 让自己成为可以的一股强大力量 甜美梦境版 在你准备要睡觉之前 闭上双眼对自己说 我被光包围着 我被光保护着 我行走在光里 神就是光 我就是光 然后你观想这道光 环绕并保护着你所爱的每一个人 有了这道温暖的光 围绕并存在于你之内 你怀抱着愉快的美梦 平静入睡 第十五章 爱与关系 真正的爱并不是一种感情 或一种表达方式 它深置于你我真实的存在之中 因为爱是创造的源头 造物者出于他对万物的爱 而创造出了我们 真正的爱是来自于 造物者的一种能量 供养着所有生命形态 少了它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存在 因此 我们全都是相同的存有 不受限于单一的生命 爱没有极限 爱 丰饶且自由 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爱永远不会消退 也永远不会担心 我们全都是独立的个体 彼此不同 且独一无二 但是这差异 并不需要成为冲突的理由 反而应该更能让我们去欣赏 并理解彼此的独特性 每一段你所体验的经历 无论是好是坏 对你个人的发展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 你必须接受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不要有任何抗拒 往后退一步 看看这段经历 想要告诉你什么 它为你带来了什么 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这么做是绝对必要的 不要把它看作是种惩罚 或是没有必要的事 因为每一件事之所以发生 都是有其特定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 你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件 珍贵特别的珠宝 一件独一无二的珠宝 因为你所有的经历 都只有你才能拥有的 而这所有经历 以及所有能力 都行述了这件特别珠宝的 不同面向 而那就是你 这么一来 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棒 因为你已经成为了 某件美好事物的通道 每个人都有能力 成为良好的通道 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能量在流通 你只要让自己觉察到它 既有小心自己的想法 并专注于其上来控制它 为了从造物者身上 流向你的爱与善 试着送出爱与祝福 给世间万物 让自己成为一股正面的力量 灵魂伴侣 早在投胎之前 灵魂就已经选择好 自己想要在男性或女性的身体里面生活 灵性伴侣是灵魂的一部分 而非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 其实它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 一旦你了解了自己 就算没有另外一个人陪伴 也是完整的 那么你就不会再继续寻找那个人了 这么一来你就达成了灵魂程序的自我理解 寻找自外与己身的灵魂伴侣 是种假象 灵魂可以决定自己要身在哪个性别的身体里 它可以选择要连续投胎成为男性或女性 靠着自己的身体 灵魂学到更多关于男性或女性的特质 如果灵魂选择下次投胎回到人世时 要变成相反的性别 拥有自己所不熟悉的身体 只因为它想要学着去接受这个性别 那么它就很有可能会受到同性的人所吸引 这和灵魂的前世记忆 与目前的肉身身体不一致有关 这么说吧 灵魂虽然是住在一个女性身体里 但它依然保有前世强烈的男性记忆 最后灵魂终将明白这一切根本无关紧要 它知道自己本身即于拥有男女两种特质 所有灵魂都会拥有身为人的体验 一旦你知道自己是灵魂 并且了解自己内在同时存在男女两种能量 你就找到了平衡点 肉身世界中的爱与关系 身为人的我们会经历相当复杂的人际关系 并且制造出与他人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灵魂创造时 同时间会有成千上万的灵魂 一起被创造出来 所有这些灵魂都会一起前往各个不同的层界 享有共同的经历和关系 一直到它们进入肉身层界为止 这个状况在灵魂的存在状态中将持续不变 也就是说它会一次又一次的和同样的一群灵魂 一起转世投胎 彼此之间产生关系 并与之一同进化成长 爱对每个人说都不同 爱可以是肉身感官中的最强烈的一种 也可以非常细腻微妙 爱可以被用来创造或用来毁灭 用来操弄和控制 或是毫不限制的给予 在肉身世界中 爱是最强大的情感 它能以数不清的方式来表达 特别是在我们与伴侣的关系之中 有一种关系是 伴侣之间既不沟通也不分享 并且在彼此作为建立起高墙 他们是为了彼此的外貌 其他的外在情况 或是某种恐惧而在一起 他们仍受彼此 却渐行渐远 另外一种结合 则是两人无法接受彼此想要的东西 或是无法原谅彼此之间的误会 或曾犯下的错 这种类型的结合 一定会有真挚或暴力行为的发生 因为在彼此用言语 或是行动伤害了对方之后 所产生的道歉和罪恶感 会让两人再次如胶似漆 亦不可分 最后一种类型是最好 也最稳固的一种 伴侣之间会分享一切 彼此接受对方的个人性 并且会尝试着去实现对方的想望 这需要信任诚实 以及分享的意愿 因为两人都能了解 并原谅彼此所犯的错 沟通非常重要 一旦身为灵魂的你 体验过所有形式的爱之后 你就已经准备好 知道什么是真爱 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爱 能够包含一切 接受一切 无条件的去爱 意思也就是 用造者的方式去爱 并让爱以最纯粹的方式游动